在政府陳時中 這樣小心往復高端 政府降高端買了500萬機 要報費200萬機 整個納稅人因此損失17億 為什麼所有的採購合約 到目前仍然是黑箱作業 現場的各位媒體朋友 還有網路前面的朋友 大家早安 我們今天召開記者會 主要是繼續的揭發 為什麼陳時中在擔任 指揮官的期間 對於這麼重要的疫苗採購的資訊 竟然是用封存30年的方式來處理 而且陳時中自己也自證己罪 他也承認 當時在立法院去調閱資料的時候 是由衛福部提出 要掩蓋非常多的相關的資訊 才可以給立法委員去調閱 請問一下 我們的疫苗採購到底藏著什麼不可告人 見不得人的秘密 連針對我們立法院的委員要去調閱資料 還要衛福部要求要隱藏相關的資料 才敢給立委看 這一連串 這種不可思議的行為 只有一種原因可以去解釋 就是陳時中以及整個蔡政府 意圖要對高端的採購 要採取黑箱作業 高端我想過去這兩年來 大家討論了非常多 高端號稱是蔡政府所培植的國家隊 疫苗國家隊 但是很不幸的到目前為止 高端他仍然沒辦法得到WHO的認證 那但是呢 我們政府卻在高端 根本沒有做完三期實驗之前 就花大筆錢向高端買了500萬劑 而其結果買了500萬劑 結果呢大概要報費 陸陸續續要報費的高達200萬劑 使得我們國庫整個納稅人 要因此損失17億之多 而為什麼蔡政府以及陳時中 這樣小心翼翼的保護高端 當然跟高端的炒股是有關係的 我們現在給大家再回顧一下 高端在政府的所有的疫苗政策的關鍵時刻 他的股價都有巨幅的波動 而且是炒高 所以我們合理的懷疑 所有我們的疫苗政策跟相關人士炒光端的股票有關係 好我們看一下 這個好整個的趨勢圖是高端在過去兩年之間 他的整個的趨勢 大家也都知道高端呢 寫下台灣的非常的神奇一個奇蹟 也就是在短短一年半間 從原來的28塊5 暴增到417塊 他的增幅 增加的倍數大概增加14倍 台灣很少很少 極少會有股票 有這樣子的一個神奇性戲劇性的高漲 而現在可以看到 當這個是 2021年蘇貞昌說 台灣沒有打疫苗的 迫切沒關係還是回到 沒有打疫苗的迫切性 當時高端股價立刻上漲 對對不起 綠色的 蘇貞昌說沒有打疫苗的迫切性 高端的疫苗立刻下跌 而後來在 接下來行政院又宣布說 會吃下所有國產疫苗的產能 大家可以立刻看到高端 趴趴趴趴直接的上升 當時呢 8天 從206塊漲到296塊 這就是政府的政策 對於高端他的股票的影響 然後 5月11號 衛福部正式宣布 進入了社區感染 可以看到 高端股票因為呢政府已經說 會所有吃下我們國產疫苗的產能 那所以高端的 這個就發了國難財了 就整個的進入社區感染 你看趴趴趴就直接的 上漲 然後 就是因為當時呢 整個的疫情太過嚴重 大家記不記得 那時候很多地方政府 都開始 因為中央根本沒有給你疫苗嘛 所以很多地方政府呢 就要去買疫苗 政府不救 中央不救 地方自救 那結果呢 蔡英文卻宣布呢說 地方不可以 自行購買疫苗 好不可以自己 來我們再回去沒關係看看那個 好 然後整個 高端的股票 再繼續的上漲 這個下面沒有寫 那另外呢 到高端來我們看下一頁 一直到 高端就公佈政府的500萬計的採購合約 然後 那個時候高端已經 被炒到最高點 接下來 其實很多的小老鼠 進去去買高端的時候 剛剛好 很多人 就被套牢在那個時候 好 所以 在這邊要跟大家報告我們要繼續追蹤 為什麼 我們的疫苗 所有的採購合約 到目前為止 仍然是黑箱作業 就是為了高端 而高端的 炒股 這個是經過金管會的認證 金管會在今年的三月份 公開的表示 對於 高端相關的炒股的 這些 涉案相關的 檢舉也好 市政也好 6度 6度 移送到地檢署 金管會喔 把高端相關炒股的資訊 移送地檢署 6次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地檢署 在睡覺嗎 我直接要質疑 高端在這一段過程裡面 炒股 實在是太離譜 而且太過明顯 這邊講的也不過是政府相關 高端自己每天發布一些 重訊根本是假消息 炒完股票之後 相關的人士 賺 寶寶 然後小股 產西西 請問一下 我們地檢署 有在辦嗎 今天當然我們的重點 是放在 為什麼 採取 黑箱作業 可是相關的高端的 炒股的情形 對不起 我真的非常 痛恨高端在這段時間 這樣明目張膽的炒股 然後政府竟然對他 莫可奈何 所以我在這邊也呼籲 地檢署 金管會移送6次 6次 你們現在在幹什麼 高端炒股 不辦嗎 不能辦 還是不敢辦 以上謝謝 好謝謝王宏威議員 所以大家剛剛也可以看到 我們高端的內線之一 其實是在政府 而不是在高端本身 如果我們民進黨的 機要幕僚 你知道 你提前一天知道 蘇貞昌會怎麼講 提前一天知道 我們蔡英文總統 會禁止 地方自行 採購疫苗 那基本上 你就有非常充足的 政治內線 可以讓你發大財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講的 就是說 現在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衛福部 還是將疫苗採購的過程 列為密件 也就是說 過去的 我們的政府 為什麼要發佈 這些對高端利多或利空的資訊 背後的因素 還是不公開 那第二個 大家現在關心的是 疫苗採購的價格 但其實 陳時中最怕大家知道的 不是採購價格 而是我們2020年 到底是誰 又是為了什麼 要推掉 東洋代理 的3000萬劑 BNT疫苗 如果大家的印象 還猶新的話 就是我們2020年 原本 台灣已經有 拓手可得的 3000萬劑的 BNT疫苗 要藉由 東洋製藥代理進來 但是當時的 衛福部 卻用了一些 利油 把這3000萬劑的 BNT疫苗 推掉 所以 導致了2021年的 初期的疫苗不足 疫情破口 因此 才有後來的 三級警戒 產業蕭條 也才有800多位 確診者死亡 2021年的死亡人數 叫前年 暴增萬人 創下史上新高 那 這種種的後果 基本上 追根究底 就是我們沒有充足的疫苗 我們陳時中部長說 2020年 推掉3000萬劑疫苗 他不後悔 他的理由是 因為要分散風險 他覺得疫苗 不能夠 全壓在 同一個廠牌上 所以呢 BNT希望台灣 承諾的量 太大了 他做不到 那只好讓這個交易 破局喔 可是如果我們看 美國日本 歐美國家呢 其實他們購買的疫苗的量呢 是超過 總體需求的倍數喔 也就是說 他可能呢 我AZ我買一倍 我的莫德納買一倍 我的BNT買一倍 用這樣的方式來確保呢 不管哪一個廠牌成功 哪一個廠牌失敗 我這個國家的疫苗量 絕對充足喔 那這才是真正的分散風險 那最後呢 我可以看到 歐美國一號 或者是日本一號呢 他們把最好的疫苗自己用 那其他的疫苗捐給別人 這個是歐美國家的典禮 那為什麼台灣不能這樣做呢 我們今天民進黨呢 他把疫苗的編列 算是買得剛剛好 我這邊買一點 那邊買一點 所以呢 到後來呢 只要隨便哪一個廠牌的疫苗出狀況 Delay 台灣的疫苗就不夠喔 那2020年呢 我們台灣人民給了政府 2100億元的防疫紓困 預算喔 而這2100億元的防疫紓困預算 民進黨只編了可憐的 115.5億元來買疫苗 不到十分之一喔 那就會讓我們覺得非常的不解 什麼最重要 不是防疫最重要嗎 結果最重要的疫苗錢呢 你卻編得這麼少 才會導致你說 啊我BNT不能買太多 才會導致後來的種種疫情破口 三級警戒 這就是我們台灣人常常講的 神小條 花大條 好那現在呢 我們陳時中部長說 他不後悔推掉BNT疫苗 但是我要跟陳部長講 你不後悔 去年的800位確診死亡者 他們的家屬很後悔 台北市民很後悔 台灣人民也後悔 那現在你要參選 台北市長喔 那你就應該要給社會一個交代 當年的衛福部在你任內 是不是就是為了要確保 高端疫苗的需求 所以你蓄意的 刻意的在打壓 國際疫苗的數量 你刻意的呢 要讓國外的疫苗的 不要進口太多 來讓台灣人民的不得不去 需要高端疫苗 結果沒想到最後你賭輸了 疫苗完全不夠 造成疫情 一發不可收拾喔 這個是你應該要對台灣人民的 清楚解釋的喔 那所以呢 高端的內線在政府 不只在我們剛剛王后議員講的 就政府的一句話 造成高端的股價 大幅的波動 更在於政府的政策 本身的就是為了 扶植高端 結果呢 讓去年的疫情 如此嚴重 那如果陳時中部長你現在要繼續把這些資料保密 你要迴避外界的 檢驗的話呢 那不要忘記喔 2018年我們是巨頭民進黨台大有效長 2022年將是巨頭民進黨疫苗有真相 那人民呢 只能藉由手中的選票來得到答案